我是Charles 我是余明毅 布拉克教会的华语部的牧师 欢迎大家 我们经过这个 那么大的血来到我们中间 欢迎大家 我们也记住 如有些弟兄姐妹还在路上的话 我可以为他们祷告 欢迎大家来 今天是我们罗马书的这个 证道序列的最后一个道了 我们已经讲了14个星期讲罗马书 我们现在看的是最后这个道 我们这个证道的序列的名称叫做 罗马书传给一个破裂世界的福音 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分碎的 有各种原因人分开 然后呢我们这个福音传给他们 让大家能够合一在一起 对我们已经谈了很久了 我们说保罗这个书信 让福音让我们与神和好 然后我们能与耶稣合一 我们有圣灵变成神的儿女 因此让我们能够互相相爱 这一切谈的都很怎么样呢 很比较抽象一点 有点说纸上谈兵 对不对 真的要合一说实在 不那么简单 对不对 因此今天这个道是 我们是罗马是最后一个道呢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最重要的道 最重要为什么呢 他把那些神学呢 他说我们要具体性地 来谈一些真正在罗马教会的问题 但我马上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 圣经不是对我们而写 而是为我们写 这个圣经是写给罗马的教会 他要对付的教会 对付的问题是罗马教会的问题 可是从保罗给这些罗马教会 给他们的劝民 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得到教训 因此我们先重视看看 他怎么对罗马教会 给他们面对 怎么样面对他们的问题 我们今天看的是罗马书十四章 你有圣经的话 请翻到罗马书十四章 我要念整段 把整段念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一段 一再可以仔细地看它 这是罗马书第十四章 保罗这样说 你们要接纳献献献软弱的人 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 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 信心软弱的人却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也不要批评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他了 你是谁竟然批评别人的家谱呢 他或站稳或跌倒 只和自己的主人有关 但他必定站稳 因为神能够使他站稳 有人认为 这日比那日好 也有人认为 日日都是一样 那只要个人自己心意坚定 就可以了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为他感谢神 那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 他亦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死了是死了 总是属于主的人 为了这缘故 基督死了又活不来 就是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 这样你为什么批评你的弟兄呢 为什么又轻看你的弟兄呢 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派台前 因为经上记者 主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妻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称颂神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 向神交代 所以 我们不要彼此批评了 倒要立定主意 绝不做半岛地兄 和使他跌倒的事 我知道 并且在主耶稣里深信 没有一样东西的本身是不结的 但如果有人认为是不结的 对他来说那东西就成为不结了 如果你为了食物 使你的兄弟忧愁 你就不再是凭着爱心行事了 你不可以 你不可因着你的食物 使基督已经替他死了的人灭亡 所以 不可使你们看为好的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 而在于公义 和睦 以及圣灵里的喜乐 这样服侍基督的人 必蒙神喜悦 又得众人驾许 所以 我们总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造就的事 不可因食物的缘故 拆毁神的工作 一切都是洁净的 但人若因食物绊倒弟兄 对他来说这就是恶事了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 或者是什么使你们弟兄跌倒的事 一律不要做才好 你所信的 你自己要在神面前持手 人在经自己考验后认可的事上 能够不自责 他就有福了 但如果有人怀着疑惑的心去吃 他就被定罪了 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是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罗马书14章 保罗在谈什么 这段经文我们马上谈到一些 在罗马教会里头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看一看 我们需要了解情况以后 我们才能知道保罗怎么样 对病下药 我们先看下一节 这一段 第1节到第2节 第5节到第17节 让我们看到 他们罗马教会里头出什么问题 你们要接纳信心软悟的人 第2节 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 信心软悟的人只吃蔬菜 有些人说什么都可以吃 有些人说只能吃蔬菜 有些人说 这日比那日好 这一天是特别的一天 我在这天敬拜神 有些人说每天都可以 没有关系 他们在谈食物 他们在谈哪一天 神的国不在 吃喝 好像 等于说我们开始看出来 我们可以看出来 罗马教会那时候里头 他们在争论关于 吃喝和天 哪一天比较好 对不对 这个我们看整个 在罗马书整个看系列的时候 按我们了解情况 我们从一开始就谈这个事情 就是说 罗马这个教会 面对的问题是 犹太人和外邦人 两组人 两种文化 两种种族的人 在那里头呢 他们有在争论 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提醒大家 罗马教会的历史 罗马教会是 刚开始犹太人 犹太基督徒 他们在罗马建立的 然后呢 这教会是 通常是 大多数是 犹太人的一个教会 然后呢 Claudius这个皇帝呢 把犹太人全赶出 那个罗马 然后这个教会就变成 绝大多数是外邦人 五年后呢 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回到罗马 他们看到 原来我们建立的教会呢 变成外邦控制的教会 这些外邦人 和这些犹太人呢 回来的犹太人 他们都是基督徒 可是他们开始有 不同的概念 他们在一起 不知道怎么办 一年后 保卧写这封信 帮助他们 能够怎么样 合在一起 是一个人 一个人民 那他们争的是什么呢 争的其实 我们蛮熟悉的 这个概念 第一 犹太人基督徒说 基督徒 跟从耶稣的人 应该守 旧约的律法 学习当犹太人 因此呢 安息日要守 那安息日 星期六 安息日要守 因此说 哪一天最重要 对不对 崇拜应该是在安息日 安息日要守 外邦人说 其实哪一天都可以 他们开始争论 犹太人说 嘿 这个肉不可以买 不可以买 不可以吃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肉呢 是奉献在 他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的时候 这些买的肉呢 都是他们市场买的 这些市场的肉 从哪来的 都是他们的庙来的 献祭过后的庙 从庙里头 献祭过后的那些肉呢 拿下来放在市场卖 那这个就 犹太人说 这个不行 那个已经跟那个 其他那些 那个庙里头 那些其他那些假神 混过在一起了 因此我们绝对不吃 那外办人说 这没什么关系嘛 这个就是 他们拜 他们相信他们的 我们呢 吃这个肉 不相信些 因此我们照样可以吃 因此 争这个吃的问题 他们炒在一起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此 犹太人说 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需要靠我们的行动 让我们跟世界分开 我们照我们吃的 照我们的安息日 跟大家不一样 外边人说 不一样的地方 不是靠外面的行为 而是看内在的转变 因此他们有这个冲突 在这里头 他们是神学上的冲突呢 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冲突 一个感情上的冲突 因此他们在那边 有极大的这个挣扎 这是罗马教会面对的问题 那保罗 对他们有些 一些基本的那些 一些教训 我们看第一个教训 第一点 持守所限的 你相信的 继续做 他怎么说呢 有些人认为 这日比那日好 有些人认为 日子都是一样的 怎么样呢 个人自己心意坚定就可以了 守日的是喂主守的 去的是喂主吃的 不吃的是喂主不吃 他也感谢神 两边都 你如果说 每一天都好 你就照着这个去行 你认为说 只有安息日最好 你就照着这个去行 有些人说 可以吃 那你就去吃 感谢神而吃 你如果说不可以吃 你就喂神不吃 这是第一 持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认为 是不洁的 对他来说 那东西就成为不洁了 这是保罗的基本概念 持守所限的 因此你所限的 你要在神面前 持守 使人在经自己考验后 认可的事上 能够不自责 他就有福了 但如果有人怀着 疑惑的心去吃 他就被定罪了 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 反而不是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你知道我们现在 他马上看到一下 保罗在这里谈的事呢 是说 第一点 你认为 该做的 你就去做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认为不该做的 人家叫你去做 你不要做 因为你去做了 你就犯罪了 跟自己的良心 跟自己的心意 要合一致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概念 我们觉得 我们说OK 那这个马上 会起了一些问题了 第一点 你看 你不要放回大宝 他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 你现在要这样做 可是呢 你的态度很重要 怎么说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要感谢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 他也感谢神 你看看这个 这个态度 是一个 以一个感谢神的态度 为基础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经常怎么样呢 我不吃 我的态度是什么呢 看他 他吃 对不对 我比他好 我比他更属灵 看看那个人 哎呀 怎么那么烂的基督徒 算什么见证 对不对 或者是 有些人说 我 他们看看 他们那些基督徒 不喝酒的 我喝酒 我有基督徒 福音里头的自由 看看他们那么烂 根本不了解自由 圣经也不懂 哎呀 对不对 你注意到没有 态度 是什么 是感激的态度 我们坚持 我们所信的 可是我们的态度 是 向神 而不是说 我比别人好 这个态度是基础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这是基础 因此 我们从这里开始 对不起 要回来 你一放大点 我就需要了 OK 这是第二 第一 坚持你所信的 要做 要做 第二 态度重要 是感激的态度 不是一个自大的态度 不是一个批评人的态度 第三呢 不是说固执 不是说 啊 我相信这个 我就去做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刚刚不是说 OK 什么意思 你看那段 他说 人在经自己考验后 任何的事上 能够不自责 他就有负了 因为考验 如果别人都说 嘿 你这样做不对 或者是 你应该去这样做 你先要听 然后怎么样呢 开始学习 学习 等到你完全信任 这是对的以后 你再去做 不要以怀疑的心去做 如果你觉得说 我基督徒不应该喝酒 但很多基督徒旁边都在喝酒 那我就说 我不喝 可是我要听他们认为 他们为什么要喝 听了以后 我听说 OK 我可以学习 OK 完全相信可以喝了 你才去喝 如果你认为有问题 就绝对不要喝 OK 这就是这个意思 持守所限的 肯定所限的 可以改 可以转变 你需要花时间 去那边考验它 OK 这是第一个原则 保罗斯教的第一个原则 OK 第二个原则 保护弟兄姐妹的信心 弟兄姐妹讲是别的人 在教会里 其他弟兄姐妹 要保护他们的信心 OK 第一节到第四节怎么说呢 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 OK 接纳什么呢 让他们感到受怎么样呢 受欢迎 这地方我们面对是 这个教会里头呢 可能绝大多数呢 大多数呢 是外邦人 犹太人 这些弟兄姐妹回来了 他们回来怎么样呢 觉得很不受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跟他们怎么样呢 跟他辩论 对不对 你要接纳他 怎么样接纳他呢 不要论断 这些一起争论的事情 不要去跟他们 吵这些东西好不好 不要谈这些东西 不要吵这些东西 因为你不要批评他们 不要论断他们 保护他们 欢迎他们 为什么要欢迎他们 为什么欢迎他们 为什么不论断他们 为什么不跟他们讲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你的责任 也不是你的权柄 因为他们是谁 他们是别人的家仆 你是谁呢 你也是家仆 两个人都是仆人 两个人都跟主人 直接有关系 我们都跟神有关系 对不对 因此 别人出错 我是认为我是对的 他出错 他出错的那个问题 不是我的责任来解决 这个责任不是在我身上 责任是在 他跟神有直接的关系 对不对 因此呢 你是谁 竟然批评别人的家仆呢 神已经接纳他了 他或站稳 或跌倒 这和自己的主人有关 对 但他必定站稳 因为主能够使他站稳 对 因此 我们如果每个人 跟神的关系是直接的 那最后期时间 你怎么批评你的弟兄呢 又怎么看清你的弟兄呢 他趴在我们中间 我们弟兄姐妹在旁边 不是让你来看清的 不是让你来批评的 这不是他们在这里的原因 他错了 与我无关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我的仆人 他是神的仆人 我不是他的主人 我不是你们的主人 你们也不是我的主人 这个原则要抓清楚 为什么 因此我们对旁边的人 不是一个批评的态度 而不是一个转变他们的态度 然后呢 因此如此的话呢 我们下一章好不好 我们要怎么样保护他们 我们刚刚说清楚了 如果说每一个人 应该取守自己所限的 如果我们施压力 改变别人的行动 让他做一些反他良心的事情 那怎么了 我们就使他犯罪了 对不对 必要定力主义 不要再不再做半岛地 生活是他半岛的事 我知道 在主耶稣里深陷 没有一样事情 东西的本身是不洁的 可是如果有人认为是不洁的 对他来说 这东西就成为不洁了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样 我在国内教神学院的时候呢 那些牧师举手 因为我谈到马可福音 谈到说所有的食物都是清洁的 他举手说 我们在国内教会的时候 很多教会不准吃带血的肉 我就不能吃血 对不对 那我就说 那如果你认为不能吃 你就不要吃 不应该吃 如果任何人施压力让你吃 你就违反了良心 你就跌倒了 那施压力让你吃的人 他就做了大错了 不要让别人因你的压力 做出一些反他良心的东西 这是不要让他跌倒的意思 不要绊倒别人 你觉得没错 他觉得有错 你让他去做这些有错的东西 他就办到了 因为他对他来说那是错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最好在他面前呢 如果说我们说喝酒好了 有一位弟兄来 他不喝酒的 他如果会 你知道他会受到压力 那在他面前最好不要喝酒 对不对 为了他好 不是说你喝酒是错了 而是说为他好 那我就不喝 在他面前不喝 不失在压力他身上 对不对 这个 为弟兄姐妹的信心着想 为了保护他而着想 对不对 因此我们追求和睦的事 彼此造就的事 不因为食物的缘武 拆毁神的工作 一切都是捷径的 没错 但是人如果因食物 绊倒弟兄 对他来说 这就是饿事了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或者是什么 生理弟兄捷走的事呢 一律不要做才好 不要因食物 喝的一些问题 造成别人 他们的信心破裂 信心破碎 为别人好 为别人的信心着想 这是保护弟兄姐妹信心 这个地方 那 这是两个 第三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 我们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这段经文体理 可能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保罗很清楚地说 一边是对的 一边是错的 你有没有看到 他没有说两边都好 不批评不是不分是非 对不对 保罗说的 我知道在耶稣里深陷 没有一样东西 本身是不解的 谁对 外边是对的 你们犹太人认为 不能吃那个肉 错了 保罗在那边跟他们 叫他们和好 可是已经说了 这边是对的 那边是错的 他有这个清楚的观点 比如说我们不批评 不是说什么都可以 不是这个意思 神学要抓清楚 他是有抓清楚这个神学 可是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不批评 我知道这是对的 可是对他来说是 他是 我知道 我知道吃这个肉没有关系 可是他认为吃这个肉有问题 我不施压力 我逼不逼他转变 我要他 慢慢地 逐渐地达到认识以后 说OK 我同意了 他开始吃 不要因这个破裂关系 因此怎么样呢 不要食物的缘故 拆毁神的工作 一切都是洁净的 但人对食物半导地 一切都是洁净的 他讲得清清楚楚的 你可以喝酒 你可以吃任何食物 可是如果你喝酒 吃食物 造成别人出问题 你就不要吃不要喝 因为你没有爱心 可是这是保罗的结论 那是有是非 可是有些是非 有些正确错误的东西呢 不需要你去改 这个原则 大家很不容易抓住 很困难的原则 非常困难的原则 有些东西我们说 这是对这是错的 然后怎么样呢 要大家都知道是错了 才行 要大家都说服每一个人才行 而我们需要怎么样 学习怎么样呢 能够放手 我是对他是错的 其实他可能是对我是错的 可是我们通常不这样想 我们想法都是 我是对他们是错的 都是这样看法的 因此不批评 不是不分是非 这个很重要 因此保罗说了很清楚了 福音造给我们的是自由 不会靠那些 一个基督徒不需要 当成一个犹太人 不需要守安息日 不需要去吃他们的食物的规矩 他们不需要行割礼 他们不需要当犹太人 可是如果犹太人继续这样下去 或者有些外邦人 学习了这样做 这样他们这样去做 而且在他们面前呢 不要引导他们跌倒 OK 那 我们 这样来说 可能会有别的问题出来了 不批评 什么都不批评吗 什么都可以吗 保罗在教这个吗 不太对吧 因此我们看第四个教训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重这个词 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 谈到什么呢 你们要接纳信息软路的人 不要论断 引起争论的事 这句话在希腊文里头 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词 在英文面是叫 Disputable matters 等于说我们基督徒 需要把事情分成两种 一种是基要的 一种是呢 可以争论的 会引起争论的事情 你看一下 如果你圣经 看十三章 十四章之前 怎么说的 他说 第十一节 你们知道这什么时期了 现在正是你们应当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在比出现的时候 更加接近了 黑夜已深 白昼见了 所以我们要除掉 暗卫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武器 行事的人要怎么样呢 光明落 然后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能 荒焰醉酒 怎么可以不可以了 刚不是可以喝酒了吗 这里不可以荒焰醉酒 他怎么 比保卧好像在批评这些人 对不对 刚才讲清楚 这个不可以做了 然后呢 不可怎么样呢 放荡众欲 为什么呢 别人要放荡众欲上去做嘛 你为什么还可以批评骂人呢 不可 分争嫉妒 他要嫉妒就像嫉妒嘛 为什么你说不可以嫉妒 对 因此你注意到没有 保罗十三章最后讲 不可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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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能怎么样呢 接纳别人 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 因此他马上 这两节中间 马上分开了 有些事情 圣经教得很清楚 不会引起争论的事情 该去做就去做 不该做就不该做的 清清楚楚的 有些东西呢 引起争论的事情 圣经都不清楚 或者可能是不重要 大家会吵 那你就不要吵那个事情 因此马上我们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人的倾向是 我对他错 然后我就要改他 这是我们的倾向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保罗说 你需要有智慧 把这些事情呢 分成两种 一种是需要改的 一种是不需要改的 一种是基要的 一种是呢 引起争论的事 那在我们教会中间 我把他放了一些 引起争论的事 在行为上头 神学上头 这个是不是保罗 现在等于算是 我们现在的教会了 我给大家一些例子 这些基督徒 神学家通常说 这些事情是 引起争论的事 是说 如果你说 我有一定的看法 可是别人看法不一样 这个不需要争论 不需要说 我要改你 也不需要说 我批评你 指责你 互相包容 互相相爱 因此 安息日 现在还有人 要守安息日的 喝酒 保罗说不能喝醉酒 可是有些人说 可以喝酒 没关系吧 这是一个 可以争论的事情 政治 你是民主党 共和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共产党 到底是哪一个党 一个基督徒 一定要跟谁打一个党吗 庆祝Halloween 在美国 有些人说 不敢庆祝 与鬼有关系 魔术有关系 魔力有关系 有些人说 这是小孩子出去玩 有什么了不起 有些人说 你孩子不能教圣诞老公公 从小就骗他们 有些人说 小孩子喜欢玩 没关系的 然后Yoga 这个是跟印度那些 什么回教游戏有关系的 这个是不是 因此就入魔了 有些人说 只是运动 运动没有关系的 刺身 扶兵以打麻将 我把这些全放在提出来 因为圣经里头 没有仔细地教导这些 没有清楚地教导 因此两边可以 在那边 我不说哪边对哪边错 而我是说 这些都是 引起争论的事 disputable matter 可以 大家 你跟基督徒 可以在这方面 有不同观点的 没有关系 我们在教这个教会里头 有很多 对观点不一样的弟兄姐妹 不需要吵 不需要争 神学方面 女牧师可不可以有 末日论 你是千禧年后 没有千禧年 千禧年前 各种观点 预定论 可以争论的 灵恩派的这些 这些都是 我们都是 在神学里头 引起争论的事情 还有更多 我们可以在写的海堆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 可以让大家了解 在圣经里头 教得清楚的东西 我们抓紧 耶稣是神 耶稣复活了 我们生命的转变 有些道德方面的 那些要求 很清楚的 其他方面呢 不要把那些细节 把它抬到基要 造成混乱 造成分裂 这是极重要的事情 极重要的事情 好 下面一张 除了圣经 教得不清楚的东西以外 保罗给另外一个原则 因为神的国 不在于吃喝 而在于公义 和睦 以及圣灵里的喜乐 有些题目 跟神的国度 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些神学的细节的争论 跟这个没有关系 你看这三样东西 公义 社会当中 神的国是在社会中立公义的 是一个为人打抱不平的 有人受欺负去帮助他的 是一个 有人受种族系 受歧视去帮助他的 是个在社会上 立公义的一个 一个要求 这是神的国度 和睦 我们基督徒 我们跟从基督的人 互相的相爱 互相的关系 第三呢 以圣灵里的喜乐 你看吧 这三份量都有了 最后圣灵喜乐 是跟神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享受经验到神 和睦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公义呢 是什么呢 是在与世界 教会与世界的关系 这三样合在一起 是神的国的重点 我们争的东西 与那个三样东西 有关系吗 他说神的国不在吃喝 他会不会保罗会电视 现在说 神的国不在 什么 我是在 来牧师之前 当牧师之前 我是在interversity工作 我是 我是一个 campus theologian 是校园神学家 经常有人喜欢来跟我辩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 我是教圣经 他们就喜欢跟我辩论圣经 辩论神学 我就跟他们这样说 你学的这些神学 是让你更爱公义吗 是让你更想为这个社会 侍奉 打抱不平吗 是让你更爱弟兄姐妹吗 让你更亲密的关系吗 让你更享受 跟神的关系吗 你学的这些神学 你争的这个主题 是会让你更这样做的吗 如果是的话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相信这个 我相信的不太一样 没关系 可是我太好 可是说实在 我看到那些跟我争的人 他们得到了一个教导 他们学了一个东西 他们用来当什么呢 用来当武器 像刀一样来杀人 神学 圣经学问 对人有好处 他如果能够处造 公义和睦和圣灵里的喜乐 可是在很多人手上 变成了武器来杀人 他错了 你这个没了解 这个错了 插一下去 拿神学来杀人 来杀别人的信心 来杀教会的和睦 这个 很重要的 重要的原则 神学 圣知识 我们说是 double-edged sword 对人有帮 自己有帮助 对人有帮助 可是另外一边呢 可以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我看 最基本原则 我看果子 教导哪种神学 造成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神学教出来的人 全是很骄傲的人 全是 别人错 别人错 别人错的人 那这个神学没有用 我不管他在教什么东西 我不管教得再好 再准确 教出来的结果是错的 如果教到神学出来的人 是有爱心的人 是关于公义 和睦 圣灵的喜乐的人 三方向都有 经验的人 那我说这个神学教得好 神学教得好 你看果子 你看果子 最后 有这段经文 这段不是经文了 这是一句话 来源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有人说是阿古斯丁 有人说别人 没有人确定 这句话从哪来的 英文是 In essential unity In non-essential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中文找的翻译是 在基要的世上要合一 在非基要的世上要有自由 在一切世上要有爱 这是保罗这一段十四章 把它浓缩在这上头 浓缩在这上头 这句话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 跟一些不同样的人 合在一起 怎么样 合一一个破裂的世界 因为说实在了 我们如果有一个破裂的世界 我们的合一方法怎么样 第一个方法 让他们像我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像我呢 我可以武力上让他们像我 逼着他们 跟我们做法一样 暴力上逼着他们做 或者什么样呢 说服力 我把这个 我的逻辑全弄好了 你这样错了 错了 压迫他 直到他转方向为止 让我们合一的方法 是让他再变成一样的人 这不是圣经的 的意向 圣经的意向 是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 不同种族 不同政治 不同理想 不同文化的人 合在一起 在基要的世上 合一 在不基要的世上 极大的自由 然后呢 这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庆祝 说他跟我这个看法不一样 太好了 这是我个人的学习 有些弟兄 我记得有一个弟兄 他来问我说 嘿你们 我认为 我们教会的立场是 你 信主就得救了 你不需要受洗 我们当然 希望每个人受洗 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 可是你没有受洗之前 你已经得救了 就有这位弟兄来问我 他说 我不相信这个 我相信的是你需要受洗 才能得救 那我说好啊 他以为我要跟他变 我说我不跟你变 因为你的立场 有圣经经文的支持 有教会的传统的支持 我为什么去跟你变 我不要你改 我的问题是 你能不能在这个教会 支持大家 与教会的一场不一样 可是继续和睦地相存 同合一地在这个 Madison区域建立神的国度 你能不能做这个 你能的话 太好 你不能的话 你那个神学 是不是造成问题了 一切合一 因此我们罗马书这个序列 在这个地方结束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 他说 罗马书说 我们人 在神面前是反叛神的人 是一个分裂的一个世界 是一个跟神远离的 神把他儿子向下来 让我们跟他和好 然后呢 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都在耶稣里面 我们这个合一 是一个灵性上的合一 可是怎么样呢 它需要在具体上活出来 合一一个身体太抽象了 我们需要在每天每天活出来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包容 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给包容一些 给我们看法不一样的人 我们怎么样包容 我们在这个教会 有白人 有西班 有拉丁 有墨西哥 有黑人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样包容 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怎么样在这边建立关系 和睦地建立关系 爱一些与我们不同的人 这是罗马书的第一大的挑战 因为如果做不到 那福音没有能力 福音没有能力 对不对 如果世界被种族 被文化 被政治 被主义 分裂 教会也是如此 那有什么不同 这是我们的护照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天上的爸爸 我们为保罗这个人 我们为你感谢 他这个人 他学了很多 你给他显现了很多东西 他思想得很深 他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一些具体的 一些教训 帮助我们怎么样 和睦地在一起 我们求的是 有这个耳朵 可以听得清楚 让他生在我们心里中 让我们能够放弃 我是对他人错 或是我一定要改别人的这种心态 而是能够一种 包容 相爱 这种态度 给我们这个智慧 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基要的 什么不是的 让我们对你的国的中心 注重 是公义 是和睦 是在圣灵里的喜乐 我们把这个抓在我们中间 我们心里中间 谢谢你 老公奉耶稣的名 阿们